今天也是會這麼熱嗎 最新的天氣信息 趕快把時間交給余如 沒錯今天還是好熱喔 目前高溫資訊 是有18個縣市發布高溫資訊 簡言之其實只有基隆 新竹市還有離島的澎湖連江 沒有發布高溫資訊其他 基本上都有機會來到36到38度的高溫 尤其紅色燈號特別提醒您 除了新北市之外 還有屏東縣都有機會連續 38度的高溫 而台南市也是有38度高溫的可能性 而目前確實有些地方已經來到38度 屏東三地門38.3度 新北市三峽38度 而桃園新霧有37.6度 所以提醒大家 中午時間出門外頭還是很曬 而且這種熱的感覺 預估到下午三四點 甚至到五點這種熱的感受 還是蠻明顯的 而體感溫度也是蠻驚人 而且他各地很多地方體感都超過40度 而紫外線幾乎都是過量到危險等級 所以中午出門一定要防曬補充水分 而且最好穿著透漆一點點 如果可以最好帶拔傘 因為下半天要的就是防雨了 而接下來東亞中雨圖提醒大家 為什麼今天還是會這麼曬 其實這幾天的天氣形態都是蠻類似的 就會受到太平洋高壓籠罩的影響 加上東南風 所以導致這個熱的感受非常明顯 但下半天就是要防雨了 各地的山區以及西半部都有可能 一些雷震雨發生的可能性 以及嘉義以南還有各地山區 不排除會有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至於明後天午後的雨就會局限在山區為主 但週末有些山區活動的安排就要特別小心了 至於禮拜天水氣又會增加了 但下禮拜要關注的就是颱風動態了 越南邊的這個大低壓帶 不排除下禮拜會生成熱帶性滴氣壓或者是颱風 而在下禮拜二禮拜三恐怕從台灣東北部海面來通過 至於會怎麼影響台灣呢 目前看到水氣是會增加的 但預報其實還有一段時間會持續帶您關注 而未來降雨要提醒您 其實今天到禮拜六天氣形態都是蠻類似 禮拜天到下禮拜一水氣會慢慢增加 而下週二到下週三就像剛剛提到的 可能會有熱帶性低氣壓或者是颱風影響 到時候水氣又會變多了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 長遠北台灣的部分自龍台北新北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降雨機率高溫三十六三十七度 桃園新竹三十五三十六度 而在中台灣要留意午後降雨的狀況 尤其南投雲林降雨機率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而至於在南台灣的部分嘉義縣市降雨機率偏高百分之五十 而屏東降雨機率有百分之四十 而東半部的宜蘭花蓮台東降雨機率百分之二十 高溫三十四三十五度 而立島的澎湖金門連江降雨機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高溫三十四三十五度 以上今天的無間氣象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